这样一个吹干我们是跟五六十个人吃 五六十个人 今天我们就切大的一样 因为你是远方的客人 也许你爱吃 自然风干的吹干 切面收缩成了纤维状 密布着气孔 需要煮熟后才能入菜食用 那么接下来 董大姐会用吹干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呢 火腿切片与吹干片叠加 董大姐准备制作一道火腿蒸吹干 哇 这个好特别 这个吃法 吹干三明治 你改的这个名字好听 这个就到以后就请客 我们就说我们吃一道菜叫 那个吹干三明治 可以可以 做好的吹干三明治 上锅蒸制二十分钟 火腿中风鱼的油脂渗入到吹干中 相互融合 碰撞出咸香美味 这是这一位 我们下期再见